动物园的首席兽医唐纳伊夫表示,大熊猫美香的幼崽在发生了某种呼吸问题后的一天,不幸于周三去世。据悉,目前大熊猫妈妈美香和另一只幼崽情况良好。 现在,我们有的这只小幼崽显然很健康,一切都很好。就像对宝宝和泰山一样,美香依然是一位难以置信的好妈妈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,让我们的团队和美香一起努力,确保这只小幼崽能够存活。 美香是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超级明星,转厅外总是挤满了成群的游客。这位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妈妈上周六产下这对双胞胎,动物园的所有员工和无数粉丝都激动万分,各大媒体也争相报喜。 当时,动物园决定每次只将一只熊猫宝宝留在美香身边,另一只采取人工喂养的方式,两只幼崽交替进行。 然而,体型较小的那只最终没能够顺利成长,不幸夭折。